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一个的话会是血压 blood pressure 我想这个大家都有量测的经验 那另外一个 今天要讲的重点的话 会是血流 blood flow 大概这两个 那我们就从血压开始 我想血压量测的话 大家都多少都有做过才对 因为现在不管在诊所 或者是在大医院 或者是甚至一般人家里面 都有一个血压的量测器 那多半来都有一些自动性的功能 可以告诉你现在的一个身体里面 血液压力的一个状态 OK 那这个东西因为量测方便 然后它也很重要 所以就会造成它普及性 其实是比较高的 之所以为什么会重要呢 因为它可以反映出 你的身体里面循环系统的一个状况 一般来说 如果说你吃了太油腻 那个胆污存过高等等的时候呢 它会造成你的血管里面的一些阻塞 甚至你血管管壁的一些硬化 那不管是哪一种现象 它都会让你的血管的压力大增 OK 因为阻抗比较强 因为你的血管没有弹性 比较硬没有弹性 或者是管境比较内境比较小 因为里面阻塞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更大的压力 才能够把血液送到身体周遭去 那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你的血压就会上升 那长期处在这个状况之下呢 对大概对你的身体 其实是一个很不太好的一个状况 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才需要常常去量测血压 因为它可以反映你身体的状况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身体的血压到底是代表哪一个地方的压力 然后我们要怎么去量测它 那我想心脏各位已经不陌生了 就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它的重要性了 那心脏两个腔势 应该说心脏分纯左右两侧 总共四个腔势 这四个腔势里面呢 大概左半边的部分也就是 左心房跟左心室这个部分是负责体循环的 我们的血液会从我们的左心室出去 然后流到全身 OK然后在进行了氧气交换 以及这个养分的一些交换之后呢 它会从静脉回流 一直回到我们的那个左心房 那左心房回来之后呢 sorry会回到右心房 右心房回来之后呢 会进入右心室然后重新送出去 但是这次送出去的目的是我们的肺部 OK因为带回来的这些二氧化碳需要排一下 然后它需要携带新的这些氧气 才能够继续进行那个呼吸作用 所以右心室和右心房这个部分呢 它负责的是属于肺循环 然后呢经过了交换气体之后 再回到我们的左心房 然后回到左心室进行下一次的一个体循环 所以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我们心脏就是在一次一次的收缩以及疏伤之间 把血液挤出去 那从上个星期的那个心音的介绍里面 我们开始那就是把这个压力的这个这个元素 纳而进来了嘛 对不对 因为之前我们大概都只有讲那个肌肉收缩 肌肉运动的部分 还有电信讯号的部分 可是为了我们要为了要讲心音 发送的这个部分 我们开始告诉各位压力变化这件事情 所以呢 你就知道心脏在收缩和疏伤的过程当中 其实每一个腔势的压力都在变化 OK 以心室来说的话呢 它需要提高到很高的压力的时候 才会把这个血送出去 收缩的时候压力会高 书章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它需要把血液容纳进来 把那些回流到心房的这些血液容纳到心室里面去 所以它的压力其实要降得够低才行 不然的话压力不够低的话 它怎么会流过来 对不对 我们的血液一定从压力高往压力的地方 低的地方去流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压力的变化是蛮大的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在这个家里量的 或者在诊所量的这一个血压 到底是反映的是哪里的压力 我们在那个诊所里面 或是使用这种自动式的血压剂 所量测到的结果 只会反映出两个数值嘛 对不对 一个就收缩压 一个是疏伤压 顾名思义就是分别在心脏 收缩和疏伤期的时候 所量得到的压力 三号大概就是它最高压力 和最低压力的这一个数值 那到底是代表是哪里的压力呢 是心房的压力 心室的压力 还是血管的压力 从这个图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 这边这张图呢 大概反映了就是它标示了 心脏的各个部位 在收缩以及疏伤的过程当中 它压力的一个变化 大致上是在什么地方 有几个简写 大家先认识一下 在一些数值里面 在一些那个解剖位置的 这个对应的数值里面 你可以看到SP和DP SP和DP分别代表是 Systolic Pressure 跟Diastolic Pressure 那个收缩压跟疏伤压 SP是收缩压 DP的话是疏伤压 代表的是 在心脏的收缩期 跟疏伤期的时候 那一个枪式里面的血液压力 大概是多少 那第三个MP呢 是我们的Min Pressure 也就是平均压力 不过呢 各位可以看到 为什么 我们先来看一下压力最小的地方 左心房跟右心房的位置 左心房和右心房的位置 这个地方 它并没有标示SP跟DP 它只有标示MP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回忆一下 我们上个礼拜 讲心音的时候 所出现的那个压力变化图 好不好 我们说那个压力变化图 上面有很多条线嘛 对不对 有一条线在比较低的地方 有一条线在比较高的地方 有一条线在高低之间 交错运动嘛 对不对 比较低的那条线是什么 就是心房的压力 我们的心脏结构里面 心房永远是压力最低的那个点 为什么呢 因为压力不够低的话 血液就不会从静脉回流了 OK 所以那个地方的压力 其实是非常低的 低到什么程度呢 大概不到10mm的拱数 以右心房来讲的话 这个地方是 大概2到6个mm的拱数 这边的话 左心室来说的话 这是6到12 右心室 sorry 左心房 右心房的话 这个地方是容纳 全身的静脉回来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的压力 又比左心房 还要再更低一些些 但是他们都已经差不多低啊 而且呢 在心脏的收缩 跟舒张的时候 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话 心脏在收缩 跟舒张的时候 其实那个压力的变化 心房的压力变化 其实并不会很显著 也就是说 它在收缩期 跟舒张期的血压 并没有明显的差异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标示的多半 是只有平均压力而已 而不是收缩压或舒张压 收缩压或舒张压的差异 明显差异 是在你的左心房 左心室跟右心室才看得到 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 这个是我们的 左心室的压力 这个地方是右心室的 Left ventricle Left ventricle 跟Right ventricle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的压力其实有很大的变化 我们先来看一下 左心室 因为这边的压力 我们可能会比较熟悉 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 Systolic pressure 收缩压大概是多少 90到150 也就是当它收缩的时候 它可以创造出这么高的压力 这个压力甚至是高过于动脉的压力 所以动脉半会打开 血液会流出去 送到我们的动脉系统 继续往后流 因为它必须要供用 让我们的血液有动力 能够流到最后 所以这个地方的压力是很大的 相反的在它的 舒张压的地方 左心室的舒张压的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它的压力 其实最低的时候 其实也很低 大概是6到12而已 这个压力大约跟我们 左心房的压力是差不多的 为什么 因为它压力一定要低到这样子的时候 房室半才会打开嘛 血液才会从心房流到心室 所以它的压力变化是很大的 相对来说 我们再来看一下右心室 右心室的舒张压来说 跟右心房的压力是差不多的 原理跟钢一样 但是它的收缩压呢 其实只有2-30mm的拱住而已 原因很简单 因为右心室负责的是什么 肺循环嘛 对不对 它的血液挤出去以后 只要流到肺部就好了嘛 肺脏在哪边 就在心脏的后面而已啊 就在心脏的旁边而已嘛 所以换句话说 它其实不需要提供很高的压力 你的血液就可以过去了 所以我们的右心室也不需要那么强壮 右心室的肌肉也不需要那么强壮 因为它的目的地很近啊 以下就到了 所以压力也不会很高 所以连带的右心室跟右心房的下一个 下一关分别对应的是我们的肺动脉跟主动脉 看一下好肺动脉在这个地方 主动脉在这个地方 OK 这两者的收缩压呢 大致上都跟它前面心室的收缩压差不多 OK 因为这个时候 你的这个动脉半才会打开嘛 对不对 那疏伤压的部分呢 以肺动脉来讲的话是稍低一点的 OK 比那个收缩压是稍低的 但是还是比我们的心室稍高 那以主动脉而言的话 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数值 它在收缩的时候呢 压力可以到90-150mm的拱束 所以这个时候压力是很大 血液可以送出去 可是呢 如果今天在舒张期的时候呢 它其实还是维持一定的压力 大概是在60-80mm的拱束 因为这个时候 你的血液 还可以在动脉系统里面 这些血液还可以维持足够的一个血压 才不会让你组织里面的血回流 它整个血液动物学的这个回路里面 动脉的压力还是要持续的 比我们的主持以及轻脉还要高 不然血液会产生回流的现象 OK 所以 相对的你就知道了 在 Diastolic Period的时候 收缩 舒张期的时候呢 主动脉半一定要关起来 不然呢 这个压力 这个压力其实会比 Venticle的这个 舒张压还要再高 好 介绍完了一次 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 那现在其实你应该可以回答我刚刚的问题了 如果今天你拿血压剂来量测你的血压的时候 那两个数值跑出来的收缩压跟舒张压 是哪里的压力 是新绑的压力 新式的压力 还是动脉的压力 当然是动脉的压力嘛 对不对 没错吧 可以哦 所以 考虑一下 其实也是蛮正常的啊 你在量血压的时候 请问一下那一个 通常会有一个Coff 有一个绑带吗 没有绑带 你是绑在哪边 手背吗 或者是手腕吗 对不对 心脏有在这边吗 没有啊 但是有一条动脉在这个地方啊 有一条上肢的主要动脉在这个地方 所以量测道的其实是上肢的那一条大动脉 我应该讲主要动脉 因为大动脉 是留给这个 比较靠近核心的这些血管所使用的 上肢这边的主要动脉里面的血压 才是你今天量测道的压力 那通常来讲我们这里的血压 这里量测道的血压 跟主动脉流出来的血压 并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因为距离很短 没有什么阻力 一下子就过去了 所以压力通常不会掉太多 所以它大致上可以反应主动脉的压力 这张图的话 让各位回忆一下我们之前讲过那个 在一整个心跳周期的过程当中 我们各个腔势的血液变化 比较低的这一条呢 就是我们心房的 比较高的这一条呢 就是我们在动脉里面量到的 而且经过刚刚那个图的说明 就知道这其实是主动脉 而不是肺动脉 这两个是有差的哦 肺动脉的压力 其实比主动脉压力要低满多的 它是大概不会超过50的 OK 好那中间这一个变化很大 这个就是在心室里面的血液压力 所以这三者它所代表的意思 其实都是不太一样的 好大概知道动脉压力的这个变化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来讲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子去量测这个血压 量测血压说老实话方式非常非常多种 好那但是我们根据它是否侵入式 或者是是否直接量测量取 这个液体的压力呢 我们大致上可以分成两种模式 一个是direct 一个是indirect direct 顾名思义直接量嘛 直接量的意思就是说 你真的是把你的sensor 放在血液里面去量它的压力了 这就是direct OK 你直接知道那个地方的压力是多少 那indirect呢 间接量 间接量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需要把你的sensor放到你的血液里面 或血管里面 你可以用一些间接的方式来量测 这些间接的方式 通常为了方便起见 为了卫生起见 我们通常会采取非侵入式的方法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 可能可以在体表的时候就量测到压力 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是非侵入式的方式 那这两种方式 当然各有优缺点 侵入式的方式 direct的方式来讲的话 因为它直接把sensor放到那一个血液的环境里面 所以想当两耳它会比较准 它的准确性绝对会比较高 那好是好在这个地方 坏也是坏在这个地方 因为它非常的侵入性 所以没有必要的话 通常我们不会做这件事情 不会说好端端我今天只是要去做健康检查 而且结果它现在 现在医院居然要为了量血压 它把一根sensor放到你的动脉里面去 还不是静脉 是动脉 你的抽血 只有抽静脉而已 动脉是在比较深的地方 OK 所以这个其实是有很大的 比较大的风险 一般来讲通常只会伴随着在手术进行的过程当中 做一些重要的监测的时候才会使用 好那飞轻入室的方式呢 当然代价各位就知道了 它的好处就是一定会比较容易检测 而且呢 它只需要你一两分钟的时间 甚至一分钟的时间都不到 就可以知道结果了 而且你也不痛不痒 你只是坐在那个地方而已 OK 所以呢 不会对你造成任何的伤害 然后可以很快速的让你知道 你现在血压 血压的一个变化是如何的 不过它的缺点就是 它因为是间接的方式来做量测 所以它的准确性通常来讲 都不如Direct Measurement这么的高 OK 所以它会有一些缺动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种方式各自各地是怎么用的 那Direct Measurement的话呢 我们刚刚说其实就是把 Sensor放到我们的血管里面去做量测嘛 那我们在Sensor里面提到了 那个topic里面 我们提到非常非常多种感测器 好那只要是能够增测到压力的感测器 不管你现在感测器的原理是什么 其实都可以用来量血压 好只要你能够用来感测压力 而且呢你的压力的感测范围大概是在 0到200mm的巩柱 高一点300mm的巩柱 你只要在这个范围之内的话 应该都可以量测到正确的血压 所以呢其实使用的Sensor 使用的感测器其实是非常多种 包含呢我们之前有讲过 String Gauge 这个东西呢其实可以 Mount在我们的Casseter上面 放到青刀管里面 OK 送到我们的动脉里面去量测压力 那甚至像LVDT其实也是可以的 因为压力会造成一些胃移 或者是电容式的或甚至压电式 其实只要能够量测到压力都可以 但是呢我们会根据这些感测器 放的胃式呢再继续把它分成两类 你可能会想说它不是就是放在血里吗 没有错是放在血里 但是放在血液里面的状况还有两种 一种是在体外的血液 一种是在体内的血液 所以我们分成Extravascular 跟Intravascular Extrav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们不是把那个Sensor 摆到你的血管里面去 而是把它用一个导流管流出来 然后再回流回去 不是导出来以后就放在那边 一管动脉让它去量压力 那个阳道的不是血管里的压力 你还是要让它流回去 变成一个连通管 那连通管里面的压力 才会是动脉里面的压力 OK 这个应该没问题嘛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量测 在这样子量测的方式里面呢 Sensor的Dimension 比较不会受到限制 很简单嘛 因为你不需要把Sensor 摆到你的血管里面去啊 对不对 你如果今天要把Sensor 摆到血管里面去的时候 第一个最大的要求就是 它一定要够小 不但要比血管要小 而且要比血管小满多的 才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今天 它的尺寸大概是血管的二分之一 百分之五十 或者百分之六十 这么大 是啊 这可以放进去 过得了啊 可是问题 你中间加了一个这么大的东西 你量测到的血压 跟没有放进去时候的血压 还是一样的吗 我的意思是说 你今天摆放进去的时候 如果造成压力很大的变化的时候 那你今天量到的也不是你原本的血压啦 对不对 所以它的dimension 其实是要比血管要小的蛮多的 OK 至少是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 这样子的scale的时候 其实才会量测到比较正确的压力 所以它在尺寸上有非常高的要求 可是extravascular的话呢 你现在只是把这个血倒出来 流通再倒回去 只是在倒的过程当中 倒出来的过程当中 你顺便去量测这一个 秘密空间里面的这个 液体压力而已 所以在尺寸上的限制 可能比较不会那么高 OK 但是当然 它就是在体外做量测 你需要做这个导通的这个过程嘛 对不对 所以代表的是你的动脉 可能要开量的位置 所以其实风险性也是蛮高的就是 好 所以我们来先来看一下 这个extravascular 大概它整个的概念是怎么样子 就像我们刚刚描述的 它其实是用跟导管 连接到我们的动脉上面 然后把它接出来 只不过今天实验的是人 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 首先是今天 当血液流出身体的时候 我们就要小心一件事情就是 它会不会凝固 因为血液里面都会有血小板 它如果破裂的话 它就开始产生凝固的现象 凝固的现象代表它可能在外面的 这些导通管之间就会被塞住了 别忘记了 我们这个导通管的尺寸在前后端的地方 都不会太宽 所以只要它能产生凝血的话 很容易就塞住了 这个在 如果有机会 有经验到那个医院里面 打点滴的话 你就知道 它其实那个点滴头的地方 通常要flushing 就是要确保那个地方 不要被淋血塞住 OK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的导管里面 其实不是空空的 里面都是空气等血进来而已 其实我们需要 一开始就充满一些 等张的液体才行 这些等张液体 通常就是由 等张的食盐水 容易所产生的 所做成的 主要是这个SALIN OK 生理食盐水 那通常里面 我们会加上一些Heparin 就是一些抗淋血剂 来避免那个淋血的产生 这样子 OK 然后呢 再进入到我们动脉之后 它就可以把这个 动脉的血液接出来 接出来 然后再接一个回路进去 那这个里面呢 我们还要 必须要非常小心注意 那个里面不可有 那个气体的一个存在 不然的话 这样会造成压力侦测上面的 一个很大的误差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通常这一个 呃 请注意一下 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要 通常对你来讲 有意义的是 动脉里面的血压 而不是静脉里面的血压 静脉血压 通常都很低啦 比如说静脉都已经满低了 那动脉的地方 比较能够反映你 今天的循环系统是否正常 所以我们量测血压的位置 侵入室的位置 其实都要伸到动脉里面 所以这个在手术上面的风险 是比静脉注射要高 非常非常多的 静脉注射就是 通常你去医院打针 或是去抽血 那个都是静脉注射 所以它都是比较 屌层的血管 那动脉注射的话 因为那个血管都在 比较 身体内部的地方 而且血液 那个压力非常的大 血压比较大 所以 一旦没有处理好的话 那个 血液是用喷的喷出来的 所以那个 那个其实风险性是高很多的 那是需要 签一些同一书 才能够进行的过程 好 那总之呢 我们会把这个动脉的这个导管放进去以后呢 就会里面充满了这个身体时间水 以及抗凝血气 那这个动脉的血液就可以流出来 可以流出来之后呢 它可能我们的sensor就可以摆放在这个地方 那同时之间呢 OK 这边有会持续的做flushing的动作 然后呢 量测完以后再把这个血液送进去 这样子 会有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structure 来做一个量测 那量测的那个device呢 可以就像是我们之前在 strain gauge讲的那一个 应用的粒子动脉血压剂这样子 用前面的空腔带动一些传动轴的一个位移 然后使得strain gauge的电阻改变 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产生一个输出 OK 所以最后呢 这边可能会有一个electrical connector 因为它需要把这些毒素输入 然后知道血压的压力是多少 好 所以这个大概是extrapecial的部分 那当然 只要是能够量测到压力都可以嘛 出来之后 你今天能够使用的sensor 它的这个种类 还有选择性其实都是蛮多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另外一类的 如果你今天真的要更精准 你希望能够直接在血管里面 在动脉里面就量测到压力呢 这个方法的话就是使用的 就是我们这边使用的是intrapecial sensor 那它的顾名思义就是把它放到血管里面去 那我们刚刚说过 它的dimension绝对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你一定要够小才行 除了不会在里面塞住 不会抽过血管 也不会那个 让你的这个压力造成过大的一个变化 好那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有一些不同的选择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半导体制成的方式 来产生micro sensor 微型的这种感测器 OK就像我们之前 我们在strain gauge里面提到的 我们可以在前面的dial frame上面 把strain gauge 很小的strain gauge mount在上面 固定在上面 然后量测每一个位置上面的形变 我就可以推估说现在的压力是怎么样子的 好那还有另外的方式呢 更常见的方式是用fiber optic 是用光纤的方式来做量测的 这个我们之前没有讲过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诶到底怎么做呢 它其实structure上面非常非常简单 它就是有一个送进去的光纤 还有一个接出来的光纤 它的structure就是这样子而已 好那前面这个地方呢 它会接到一个量侧头 OK那量侧头的边端点呢 尖端的部分呢 是被一个metal membrane所封住的 金属的薄膜把它封住的 好那这个中间呢 这一个外面的这个框 跟里面的这一个光纤部分呢 其实是有一些弹性的 呃弹性的关系 所以呢当血压变大的时候呢 它会把这一个薄膜 往光纤头的地方推挤 OK所以血压变化的时候呢 这个光纤的出口的地方 跟这个薄膜之线的位置 会有一点改变 OK那我们就是利用这个位置上的改变 造成了讯号接收上面的一些差异 那用这个东西来测量 说现在的压力到底在什么地方 好所以各位看一下 好这一个这边的光纤头 其实包含了两个部分哦 第一个部分是我们的source 电磁波的这个source 从这个LED是从这个地方打进去的 OK 用LED的话可以固定它的波长 OK所以它是一个单波长的一个电磁波 从这个地方打过来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photo diode 或者是photo detector 它其实是接收了反射之后的电磁波 然后从这边送回来 OK那我们就知道说呢 这当然今天接收到的 这个讯号的强度 一定会跟这一段的距离 会有关系 当这一段的距离是我们的波长 应该说二分之波长的整数倍的时候 其实你会达到一个maximum 因为它会产生一个铸波 所以你接收到的量会很强 这个概念应该还蛮好理解的 那随着你今天的距离做变动的时候 你的接收量会有剧烈的改变 所以它利用的其实大概就是这个特性 各位看一下右上角 右下角的这一个关系图 横轴的话呢 是这个金属薄膜的dispressment 位移的部分 纵轴的话呢 就是我今天在output端 所接收到的讯号强度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其实会有一个很剧烈的一个改变这样子 在位移的状况很小的时候呢 它其实会急剧的上升 因为上升到半个 大概大约是半个波长的时候 会有一个最大级 但是在继续拉长之后 因为整个薄膜 它不是完全平行的 所以它会有一些形变的关系 所以它整个这个receive的intensity 其实会这样子一直一路下降 那对我们来说呢 其实对工程师来讲 最好的工作区域 其实就是在这个线性区吧 尤其它的斜率又很大 对不对 斜率大代表什么 sensibility很高 因为你距离只要变化一点点 接收到的讯号强度 就会有很大的变化 换句话说 你对压力的变化 就会非常的敏感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地方有标注一下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operating range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准确的去推估出 现在的鞋管的压力是有多少 那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这整个结构非常的简单 就是一个金属的外框 然后就是有一个 两个 应该说两组光 先一个是把光导进来 一个是要把光接出去 其实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它的size 它的尺寸可以做到非常非常小 多小呢 各位可以看在下面 左下小这个示意图 这是从网络上面截取下 有兴趣 各位可以去查一下 它小到 它的背景是我们的手指 它的尺寸可以小到 跟指纹上面的间隔 是差不多一样大 OK 所以大概是 约约是在100个micrometer 类似像这样子的size 或甚至可以再更小 OK 所以这个当然送到鞋管里面 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鞋管 尤其是主要这些鞋管的话 它的尺寸通常是 mm等级的 或甚至到10个mm这个等级的 OK 那你今天是数百个micrometer 或是几个 就是一两百个micrometer 那尺寸其实已经小很多了 OK 好 那这些我们刚介绍的 都是属于direct的一个measurement 直接量测的一个方式 所以不管怎么样子 我们可以马上 瞬间去量测到 这一个 写压的一个数值 那只要你的取样频率够高的话 量测的这个间隔够短的话 其实你可以量测在整个 心跳的周期当中 所有压力值的变化 所以它量测出来的结果 其实是比 你使用那个自动写压机 量测输出两个数值 收缩压跟树张压 比这个还要多很多的 那个写压机的话 你只看到两个数字 对不对 但是其实在这个 这种直接适量测的方法里面 它其实可以看到的是 写压随着时间的变化 OK 那我们把这个东西就把它叫做写压波 压力随 那个压力随着时间的变化的波形 就是写压波 OK 那当然有了波形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做一些分析 比如说就有人可以把它拿去做 平谱上面的分析 Freal Analysis OK 那我们在这些Freal Analysis里面 我们会发现呢 其实如果我把我们的写压波拆成是很多的斜波的话呢 大致上只要前面六个harmonics 就可以表示它的波形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右下角这张图 出黑线的地方代表的是原始的血压波 原始的压力变化波形 那这边有非常多的细线 细线代表的是什么呢 细线代表的是每一个斜波 每一个不同的斜波 那其中呢 这个上面的 这个阿拉伯数字呢 分别代表的是它是第几斜波 比如说第一斜波在哪边 在这个地方 第一斜波呢 就是这个正弦波的周期 跟血压波的周期是一样长的波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斜波 First Harmonics 因为它们两个周期一样大 那按照Free-Altransform的概念 我们其实是把这个波形 把血压波的波形 分成很多个 不同频率的正弦波 组合而成的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斜波的分量 OK 然后呢 你看一下这边有一个二 OK 二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Second Harmonic 它的周期是 第一斜波的一半 或者频率是它的两倍 同理可推 这个是第三Harmonic 这是第四个Harmonic 第五个斜波 第六个斜波 我们发现呢 其实大致上 如果你把前六个斜波 组合起来的话呢 你会得到这一个B 这一条细线 它的特征其实已经跟A 也就是原始的波形差不多了 OK 换句话说呢 其实六个斜波 它们本身的成分 这个比例大概就可以来描述这个血压波的波形 也就是描述你的血液 在心脏的脉搏的过程当中 压力的变化了 OK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就有人会开始去分析 那如果今天是面对到的是高血压的患者 OK或是肥胖的病人 或者是一些心肌梗塞的病人 他的压力的这个血压波的分析 跟一般正常人的分析上面 在斜波上的成分上面是不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如果是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早期的 由这个血压波的分析就可以预测说 你今天的这个血管的状况到底有没有问题 而不是等问题出来的时候才看到 或者是说我们的资讯可以比 只有两个数字还要多 只有比数胀压跟手手压还要高了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甚至可以再延伸到 各位有看 就算你没有 有看过中医的举举手 我先这样问好了 OK应该还算不少人嘛 就算你没有看过中医 你也知道中医是怎么看诊的吧 他们其实是把脉为主嘛 中医的看诊的话 除了观察以外 除了这样子肉眼的判点以外 他其实把脉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资讯 请问一下把脉是把什么 如果以医学的观点来看的话 你把脉能够获得的资讯是什么 绝对不会是新电图嘛 因为你的手没有办法接收电讯号嘛 对不对 我们手对什么东西的讯号 接收会比较敏感 对压力的改变 对震动的接收会比较敏感 对不对 那你好端端的把手放在你的手腕上面的时候 他感受到的是什么的震动 就是动脉里边的血流过去以后所产生的变动 只有这个了吗 不然还有其他的吗 你放轻松 所以理论上来讲你的肌肉那个时候是不会收缩的 只会是你在一个比较舒脏的一个状态 然后你的静脉因为压力非常低的关系 也不会有什么波动 经过了整个流通组织的现象 从微血管回流之后 它其实不会有压力的变化 它大概都处在一个比较低压的状况 所以你去碰触你的皮肤表面 你是感受不到这个压力的变化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法脉从某种程度来说 它其实是在侦测你的循环系统的状况 尤其是动脉里边压力的变化的状况 那这就引申到一些比较有趣的研究 他就会想说 好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我是不是法脉也在研究压力的变化 那我是不是可以根据中医的理论 去分析我们的压力波函数 也就是我们的血压波 我们是不是可以从某些 从中医的观点里面去分析出这些特征 如果可以的话 那你说你可以做出一台机器 叫做自动绑耐机 你只要把sensor放在上面 去分析就好 OK的确是有人在做这些事情 有兴趣各位可以去留意一下 好那我们就不说那么多了 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要讲 包含是刚刚讲的是direct measurement 但有什么方式是可以用飞行入室的方式来量测到血压的呢 就是indirect的这个量测 OK那indirect的量测多半来说 相对于刚刚的direct measure 他其实能够量测到的东西比较少 他通常只能够量测到收缩压跟输张压这两个 他量测不到压力的变化 等一下我们就会知道 因为这跟他的量测原理是有关系的 那也因为他的量测的敏感度或正确率上面比较低 因为他比较容易受到周遭环境的影响 他不是直接把sensor放到我们的血液里面去量 他是用间接的方式 比如说像一般的这个量测血压里面 你只是绑一个绑带而已嘛 然后充气而已 你能够量的地方在哪边 在你的皮肤表面 所以换句话说 你今天姿势或者是你肌肉紧张的一个程度 或甚至像呼吸的状况 他可能都会让你绑带上面的这个压力的sensor 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OK 所以其实在做量测的时候呢 你如果有仔细看instruction的话 你都会发现 你的这个帮你量测的这个护理师也好 或者是这个机器上面都会写说 通常来讲 我们希望你能够坐着 保持轻松的状态 不要那个上下楼梯跑来跑去 然后马上坐下量 不要 要通常要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一阵子以后再来量测 然后量测点呢 通常就是在心脏高度左右 不用举起来量或是低下去量 因为高度也会影响到你量测的数值 OK 因为我们的整个血液是从心脏这个地方触发的 OK 所以在避免掉这些环境 可能会造成的影响之后 我们才去量测数值 那一般来讲 正常的数值来讲 收缩要大概在120附近 110到140都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那书章压的话大概就是70到90 这个range 那请注意一下 这也是只是一个range而已 那是一个range的 我们不是用一个单一的数值 而是用一个区间来表示正常数值 理由很简单 因为第一个 就算今天是正常人 他的性别不同 或者他的年龄 也会影响到压力的范围 OK 比如说以性别来说 通常来讲 女性的血压 会比男性的血压还要再低一点点 OK 所以这是正常的 这是经过了很多数的研究以后 发现的一些结果 那年龄也是年龄 通常来讲的话 那个比较年轻的 会比年老的受试者 他的压力会比较高一点 年纪越大以后 你的血管的tension会比较差 所以这个时候压力本来就会开始往下降 OK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因素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range 再来的话呢 我们在量测的时候 可能会由于你的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周遭的这些环境的因素 而去影响量测到的数值 他其实是有一些波动的 虽然不大 但是还是会造成一些波动 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我们通常看到 只要他落在正常的数值范围里面 大致上我们就认为 他是一个还算合理的数字 那那个如果真的你有问题的话呢 更需要注意的其实是长期的追踪 也就是说呢 一样反正你每次都有一样的姿势 然后定期的在做你的血压的量测 那如果说有哪一次出来的结果 特别高或特别低 那反而对你个人来讲 会是比较重要的 而不是跟其他的受试者 去比较彼此之间的数值 OK 每一个人的自己的 在不同时间点的变化反而会更重要 OK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到底要怎么量了 那其实最传统的方式 最原始的这个血压机 其实只是自动的方式 它其实是水银的这种血压机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 它在操作的时候 其实不吃电 它需要的是有一个量测人员 通常是护理师或医师 它在旁边会有一个bub 就是一个像橡皮球的东西 去冲气 把这个气体打到我们的这个绑带上面去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cough 就是那个一个气体的一个绑带 当你冲进去的时候呢 压力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所以在量测的过程当中呢 那个我们的护理师就会开始冲气 压力大到一个地步以后 觉得有点紧 它开始会慢慢的放弃 这个bub通常上面会有一个开关 可以把气体卸出来 那在卸气的过程当中呢 它就会把你的收缩压根数在它记录下来 我先问一下 有做过这种血压量测型去搜一下 这么少吗 OK 其实这个比自动的血压量测器还要准 它其实是准确性比较高的 比你在买回来用的那种还要高 等一下我们会知道为什么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到底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它是怎么去量测到你的收缩压根数上压的呢 其实我们只要看懂这条曲线 这些 这个波形就知道为什么 我们要看一下 这一个上上下下的这个呢 代表的是我们动脉里面的血液压力 也就是我们之前有讲嘛 你的手背下面有一个主要的动脉 对不对 这个主要动脉里面的压力跟你的主动脉差不多 所以它会随着心脏的收缩和舒张 上下上下上下这样波动 压力比较高的时候就是收缩压 压力比较低的时候就是数上压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量到就是这一点跟这一点 然后它就这样子一直变化 收缩性的一个变化 OK 那我们刚刚在打气 在那个压缩这个爆 这个冲气球的作用是什么呢 是把这一个绑带的压力升高 压力升高的时候 它会去压过你的手背嘛 对不对 所以手背内部的压力会开始上升 压力上升有什么效果呢 当它里面的压力 它所制造出来的压力 超过了你的收缩压的时候 它就要说 外界的压力 超过了血管里面的最大压力的时候 请问一下这时候血管会怎么样 不管比 Occlusion 因为血管壁是有弹性的啊 你这样外面的压力比里面的压力还要大 你可能没有办法握到血管 但是你一定可以握到水管 橡皮水管 你的手的力气如果比里面水压还高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可以把那个水给断掉了 一样的道理 当你充气使得肌肉这个地方的tension 比血管里面最高的压力还要大的时候 你的动脉其实整个是处于紧缩的状态 OK 不用担心你不会休克 因为我们肌肉其实可以呈很长的一段时间的 不过呢 这个时候就不会有血液留下来 OK 直到什么时候呢 直到你的压力降到碰到我们的收缩压的时候 这个时候收缩压开始跟外界的压力相同了 所以呢在这个收缩压稍微大一点点 比那个你的周围的这个压力还要大一些些的时候 这个时候血管就会张开来 OK 血管张开以后怎么样 血液会流过去 所以呢在这个血压剂的下方呢 下游处 所以下游处就是离心脏更远的地方 这个护理师一定会有一个停诊剂 在那边一直听 他听的是什么 他听的就是血液流过去的声音 血管打开的声音 因为你的压力降到这个时候呢 开始血液会流过去 随着你的血压 sorry 随着你在cough你的压力越降越多的时候 这时候 导通的时间会来越来越长 OK 血管打开关闭的这段时间会越来越长 OK 所以你开始 原本一开始你只能听到一个声音 打开 后来呢 你开始会听到两个声音 就是先打开再关起来 然后呢 时间的间隔会开始开始变化 一直到你的压力降到低 疏脏压还要低的时候 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外界压力都比你血管的最低压力 都还要低了嘛 对不对 所以不管在心脏跳动什么时候 你的血管都不会关起来 所以换句话说 你就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OK 所以我们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量测收缩压 根据张压的 也就是听到声音的那一个起点 就是我们的收缩压 你怎么知道那个收缩压力是多少 旁边一定那个 这个压力记一定会显示那个压力数值出来嘛 你只要读取就好了 所以在将压的过程当中 其实一方面你的眼睛要看那个压力的变化 二方面你的耳朵是要听的 声音出来的时候那个压力记起来就是收缩压 声音结束不见的时候那个压力就是束缩压 OK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 Speed momentometer 麦果的一个写他计 在这个里面我们完全不需要电讯号 也没有什么那个 需要吃电的地方 完全是用人工的方式来做两侧 不过就像我们刚刚在询问各位一样 其实现在来讲那个有就是有这样子的经验的人 已经越来越少了 不过我不知道大家是那个刚还在没有很清醒的状态 还是怎么样 因为比我想象的少蛮多的 那由于现在的这个自动写压剂的数量越来越多 而且两侧上面越来越方便 那准确性也开始慢慢的提升 所以现在在很多的诊所里面 其实都用这个东西来取代那个水银的写压剂 OK 因为节省人力嘛 因为到现在其实人力才是最贵的东西 好 因为那自动写压剂做量测的方式是什么呢 其实它的原理跟刚刚也非常的接近 OK 它做的事情就是原本要用那个橡皮球来冲气嘛 对不对 现在反正我就做一个马达 小马达在里面就好了啦 开始量测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打气进去嘛 所以它制造效果是一样的 就是把绑带里面的压力开始提升 通常来讲它都会提升到大概250mm的巩柱 确定它一定比你的收缩压还要高 OK 之后呢 它开始再放松 那放松这个部分 放气的部分也是自动控制的 那它在整个冲放气的过程当中 它会随时去monitor 这个绑带上面的一个压力的变化是怎么样子的 OK 那你也可以使用一个麦克风 OK 用一个表面式的麦克风去量测当时所听到的声音来取代精神器的作用 都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呢 来去量测压力的变化 OK 进而读取出收缩压跟舒张压 那这个量测的地点现在 就是 现在量测的这个位置 其实也开始有一些变化 包含像传统上来讲的话 是要量测上手背嘛 那现在其实也有一些是在手腕的部分来做量测的也有 那好处当然就是更简便了 因为只要套住手腕这个地方就好 比较身体比较不会被就是限制住这样子 不过说老实话 手背式的量测计的准确性 比手腕式的还要好非常的多 原因很简单 第一个它非常比较靠近上游 OK 那再来的话 这边的地方的骨头是比较多的 所以它其实比较容易受到 就是在收缩的时候 如果你的sensor的位置没有弄好的话 比较容易受到影响 OK 好 我们先上到这个地方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继续讲 在一般的这个自动的写压计里面 我们是怎么样去量测这一个数值的 OK 先休息一下 OK OK OK